這個是等待了一年 終於出來了準備要推出這個暗黑復仇者台版 那他這是目前韓版的大廳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差別 然後呢我現在有開錄影模式 那我們看這裡能不能點 到時候台版一出來會直接給四個職業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法師 然後劍士 這個可以看一下 法師 然後有一個狂戰士 這一隻我覺得他的PK還蠻強的 不過我等一下會帶大家看一下排行 看到底是怎麼樣 看到底現在排行是誰最強 那刺客是蠻帥的一個職業 那我那個口罩是自己的實裝 那我現在有開錄影模式 那錄影能不能去點下一步 可以的 以前剛推出的時候有很多人說這錄影為什麼沒辦法點 因為他那個 設計遊戲本身沒有設計得很好 所以錄影的時候就沒辦法去錄 那現在都可以做到 現在都點得出來 這個是劇情模式的樣子 那目前的大廳呢 是長這樣子 他都會伴隨一個月亮 然後他這個背景的質感做得非常好 他這是一個封閉式的類似說 副本制的遊戲 他並不像那個 黑色沙漠那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目前的排行 剛剛一直要講排行 排行在這裡 然後我們依序看下來 這個是戰力最高的排行榜 就是這個人 他這個叫戰力最高排行榜 然後你點第2個 這個叫做單挑排行榜 單挑排行榜是這一個劍勢他最高 欸那他反正沒辦法看其他的 喔可以 所以目前看起來 單挑場上的排行榜是這一個 劍勢然後野蠻人 再來這是什麼 這個是誰 刺客喔 第三名是刺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欸法師都沒有擠進來好可憐 有啦法師掉到16名 這是 單挑場排行榜 那這個是3對3排行榜 第1名也是劍勢 那我們來看一下全部 你看法師 真的是 沒有在第1名 都拿那個4、5名的 這是法師 哇操這個奶真的是 很誇張欸快掉出來 整隻都紅色 很帥啊你仔細看這 這個遊戲有跟大家講他是一個硬派的遊戲 所謂的硬派的定義就是說 他的打擊都比較偏向暴力 他不像那個 一些可愛風格那種感覺 他是比較偏向真實感那種打擊 打起來是很 爽快的 這是法師欸還蠻不錯 那我們來看齁當然是要看一下第1名 他們那些人是穿什麼 他的裝備結構大致上是這樣 可是因為這個齁你不要去跟他們比啦 因為這個東西人家已經1年了 還不到啦 現在5月24號嘛 這遊戲在2017年的7月30號 30號左右出來 所以 快要1個月 快要1年了 所以你們不要去跟他比 可以看一下啦 參考人家現在是怎麼樣 那只是說剛出來的時候呢 法師並不是第1個 法師並不是 應該這樣講 刺客並沒有出來啊 剛出來的時候 刺客還沒有出來 然後 後來才出了這個刺客 只是說大家都有追上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左側這邊呢 剛剛講嘛 戰力排行榜 第一名是法師 然後再來是單挑場排行榜 再來是3對3PK的排行榜 他的3對3做的蠻好玩的喔 到時候各位一定要去玩看看 然後這個是地牢排行榜 地牢排行榜的話就有法師 而且還蠻多法師 那打龍的排行榜 我看一下齁 這一個 就是那個打龍的排行榜 打龍排行榜一二名都法師喔 所以有時候你就會覺得說這個遊戲其實 打龍跟打PK還是有差的 他是做一個區格 那你看一下裝備齁 然後戰力聽說現在都是破千萬齁 我仔細再看一下 1800萬嗎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1800萬 那我們來看最高戰力排行榜是多少 哇操 太誇張了吧 這個沒有 這怎麼沒有1800萬 這1500萬而已 所以他們戰力是1500萬 然後目前我跟大家講 這裡有一個叫做 角色等級 角色等級現在最高是120級 然後角色等級跟 人物等級是分開的 這個大家一定要認 認識一下 這個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裡有一個叫做人物的等級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這就是人物的等級 這個要升級 然後 200之後呢 全部200才可以進下一個階段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而且這很吃這個 碎片 沒有碎片了你看 這就是所謂的人物等級 然後 左上那個叫 角色等級 啊角色等級是共有的 就是你換所有的都是一樣 你換4個角色都會得到一樣的 那個 你每一隻角色開起來都是 77級啊 就算你是剛創的也一樣 然後這個要定期來0 那我剛剛講的一樣是在講那個 排行 排行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剛剛那樣子 打龍的話大部分就是那個法師 排滿前面的 那刺客倒是還好 喔他這個有乳搖系統 然後觸摸系統還有還在 你可以拉近看 那我等一下再拍一個那個現在的實裝 看有哪一些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單純講一下排行跟進遊戲的一些狀況 先錄到這邊